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时刻地图 雨季图 汇合于宋代 但如果我们拿它和今天的卫星地图相比 你会发现图中的河流的形状和走向 还有城市形态 简直能和现代卫星地图的精度不相上下 这是达芬奇在1502年绘制的意大利伊莫拉地图 而如果把图中的斯福尔扎城堡和现代卫星拍摄画面对比的话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在没有飞机、摇杆数据和人造卫星的年代 古人是如何绘制出高精度地图的呢 大家好,我是沙明君 今天跟大家聊聊 古代人是如何站在地上画出卫星地图的 在今天我们打开手机的地图软件 就能够看到一张实施显示的3D俯瞰图 这张地图是由卫星和航天飞机拍摄地图影像 再加上车彩、布彩等实地测绘 最后将多个图层数据汇合才形成我们看到的这张地图 所以这看似是一张地图 其实是许多张地图叠加的结果 而其中最重要的底图数据 不是在地上绘制的 而是在天上拍出来的 那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既没有卫星又没有飞机 没法上天的古代 该如何画出一幅上帝视角的俯瞰图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 一张地图包含哪些内容 这方面已经有前辈给我们指入了 魏晋时期有个名称叫裴秀 他在公元三世纪就画出了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 与共地狱图 而在图序中 裴秀独创性地提出了六条绘制地图的理论 也叫制图六体 哪六体呢 一为分率 用来反应面积的长官和比例 也就是地图的比例尺 二为准望 用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 三为道里 用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 四为高下 也就是相对高层 五为方野 指地图坡度的起伏 六为淤值 指的是河流道路的曲直 前三条是地图学上比例尺 方向和距离的三要素 后三条用以描述地形的起伏变化 也就是说制图六体 除了没考虑经纬线和地图投影 其他内容简直和现代地图学 所考虑的因素相差无几 这也是中国古代首次提出 也是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 甚至到了明清还在使用 直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标注经纬线的地图传入中国后 中国的绘图方法才再一次革新 OK 我们现在知道画地图需要哪些数据了 但我们作为一个飞不上天的古代人 要怎么得到这些数据呢 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看到一些 线图投诚的情节 似乎绘制地图是一个无比神秘的事情 而得到一份地图更是不易 其实画地图这事儿本身没有这么神秘 古代管地图叫鱼图 鱼本意是车辆车厢 所以鱼图可以理解为坐在车上 将看到的地理信息绘制成的图像 这就是古代画地图最重要的方式 实地作业 而车在实地制图中并不只是代步工具 还是重要的测回工具 这是一辆车 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 不管往哪个方向行进 车顶的小人都指的同一个方向 这就是三国时期的发明家马军 发明的指南车 也叫四难车 整车都是机械结果 车顶的小人并不是因为磁性转动 而是利用了差速器的原理 小人和车轮之间通过齿轮连接 每一个车轮运动都可以带动小人转动 而当指南车直线运动时 两个车轮同步转动 小人会保持静止不动 而当车子转弯时 外侧轮会比内侧轮转动得更快 通过差速器 小人就能反向旋转 他所指的方向就不会改变 从而就能让制图时得知自己所在的方位 除了指南车以外 罗盘指南针 思南 天体方位 数目长势 年轮形状 都会用来判断方向 据说达芬奇在画伊莫拉地图时 就制作了一个带有角度测量的罗盘 这个罗盘有一个指向北方的小指针 就能用它来测量建筑物和街道与正北的夹角 而有了方向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知道距离 所以还有一辆车也很重要 这就是既离鼓车 也叫大张车 共鸣思义是用来记录路程的 结构和指南车类似 车上有两个小人和一中一鼓 车上有一组减速齿轮 与轮轴相连 车型一里时 控制击鼓木人的中平轮 正好转动一周 小人就击鼓一次 车型十里时 控制敲钟小人的上平轮 正好转动一周 木人就敲钟一次 坐在车上的人 只要听到响了几次中鼓声 就能知道走了多少路程 在达芬奇的手稿中 也有一张测距推车的设计图 原理和既离鼓车类似 车轮带动齿轮 每个一段固定时间 就让小球掉到框里 最后只需要看有多少小球 就知道行进了这套路程 那有了方位和距离 其实就可以制作最简单的地图了 比如要画一条河的流向 就可以用既离鼓车沿着河岸走 在河流拐弯处用子弹车记录变化方位 同时用既离鼓车记录走过的距离 那么就可以知道这条河流长度是多少 在哪个地方转了弯 方向变化是什么 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 河流长度100里 河流起点流向西 10里后转为西南 在20里后转为南 在40里后转为西 你看 仅有两辆车 就可以把河流山川的走向和特征量化了 接下来怎么操作呢 就需要画师把文字记录画到纸上了 这时候就要用到中国人都听过的绘画工具 硅 锯和准 绳 这是唐代牧师中出现的女娲福西图 图中福西持锯 女娲持硅 硅是画源的工具 锯是画方的脚尺 准和绳是测定物体平直的工具 用这些工具和文字记录 再结合画师的想象力 就能完成一幅渔图 但以上说的方法 一般用来绘制局部区域的地图 如果需要一个更大区域的地图 甚至是全国地图怎么办呢 那需要找很多人一起 画出不同区域的地图 最后拼起来 这时候不免要统一比例尺 不然就会出现海南岛 比新疆还大的事故 还记得裴秀发明的制图6体吗 第一条分率就是比例尺 在绘制地图时 就有一种叫做记理画方的技巧 县城最早使用记理画方的地图 就是开头提到的雨季图 这张地图很像有70格 数像73格 一共5110格 方格编长1.1公分 对应实际的100里 因为宋里约等于现在的444米 所以地图比例尺 大约就是1比400万 由此可以推断出雨季图 所涵盖的总面积 为818万平方公里 这是西方地图投影法 和经纬度制图传入之前 最科学的制图方法 其中的海岸线 与黄河等河流的形状 已经与现代地图非常相近 甚至在13世纪传到西方 被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地图学学者 所采用 雨季图也代表了当时中国 乃至于当时世界上地图绘制的 最高水平 但气理化方有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测绘中心附近的相对准确 而离测绘中心越远 则误差越大 误差产生的原因 在于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 世界不是平的 而是一个球体 这个理论缺陷 直到离马逗来中国才解决 这个意大利人为了传教 向万里皇帝 展示了很多西方的奇迹银条 其中就有地图投影法 用这个方法 可以将地球表面的曲面 转化到地图上的平面 而不发生入差 它还将东西方的地图 汇编到一张地图上 而且非常聪明的 把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心 这幅图就是著名的 昆鱼万国全图 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看情的世界地图 此后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 一直延期这种布局格式 但在中国的地图绘制历史上 用到气理化方的鱼图极少 大多数的地图 都不考虑精细的比例和方位关系 有些地图在画法上 非常贴近山水画 没有把实用性和艺术性 明显的区分开 比如这幅江西省鱼图 有山有水有波纹 正是山边的云雾都描绘得非常细腻 但作为一幅地图 它的透视关系 距离路线 方位比例都不明确 在西方世界也曾面临相同的问题 这是跟达芬奇同一时期的军事地图 它们大多是山坡视角 而且毫无比例可言 人物跟房子一边打 最逆天的是 图里动不动就出现很多神话生物 这也太不利于军事行动了吧 所以在通常情况下 古代地图都是以地理状况 为区分做图 比如用山川为基准的地图 将县城放在地图中心 再把周边山川河流的 大致方位标注出来 在各类县域图 城池图中 都能看到这样的样式 还有用水路航线为基准的地图 比如著名的金航大运河沿线图 作者就是乘船从北京出发 沿着运河抵达杭州 把沿途看到的地理信息画到图上 再将首端画上北京 末端画上杭州 就完成了这幅地图 这种方式画出的地图 通常精度都不高 还需要赋以大量的文字描述 尽管存在一些缺陷 但对于一两千年前的古人来说 没有卫星飞机的帮助 用人力绘制地图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时代的地图 反映的是时代对于世界的认知边界 地图延伸到哪里 认知也就到了哪里 汉字本就是从象形符号发展而来的 穿石流水 山石山峰 田石分成小块的土地 这些远古的图形 也是最早在地图上标记的符号 再之后 地图开始和掠夺和战友绑定在一起 谁拥有了地图 谁就能以上帝视角复查这片土地 把虚无缥缈的广袤大地掌握在手中 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 地图又引领着人类探寻未知 将地球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 而现代社会 地图更多的是承载的导航的作用 卫星和飞机 让每个人都能像上帝一样俯瞰地球 甚至还能精确到一米以内 这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 当然 我们也很难想象 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 再绘制成图 这个过程 该有多么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